欢迎收看本期的阿金砍球 北京时间9月7日 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第二轮 中国男足林比义输给日本队最终未能创造奇迹 遭遇了两连败 这样以来国足冲击世界杯的希望渺茫 连续输给澳大利亚以及日本队以后 能够看到国足与亚洲一流强队之间 确实存在巨大的差距 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对战日本的这场比赛 上一场输给澳大利亚之后 主教练李贴也是在排兵附阵的思路上做出了改变 将阵型调整为5-3-2 主要想立足于防守 后场有蒋光泰 李昂、张林鹏搭档组成三周位的阵型 前场由乌磊与埃克森搭档 不过比赛刚刚开场几一分钟 张林鹏就出现了意外受伤的情况 给了国足当头一棒的打击 小江朱真杰也是临危寿命替不出场 不过好在日本队刚开场 并没能迅速进入到状态 国足也是坚决执行主教练的安排 摆出了铁统阵 日本队控球的时候 中国队所有人全部退守半场 密密麻麻的后防线 也使得对手找不到任何破门的机会 然而当日本队逐渐适应中国队的铁统阵以后 对手在场上处理球越来越放松 上半场第24分钟 日本队球员通过禁区前沿的精妙配合传导出机会 九宝坚引小角度打门击中门框弹出以后 好在王刚快速回防抢到2点将球结尾 这球也是惊出了球迷一身冷汗 随后日本队凭借超强的控球能力 将国足死死的压制在禁区附近 虽然国足在防守端坐的还算不错 甚至运气方面也非常好 但是始终被对手压制场上局面呈现一边倒的局势 那么城门失手也是迟早的事情 上半场第40分钟 日本队伊东纯也凭借超强的个人能力 又入强突王身超大破永野的跑位 轻松甩开国足的三名中卫 飞身电射破门将场上比分改写成1比0 也正是这类进球最终帮助日本队取得胜利 整个上半场国足采取全队堵枪演的策略也是宣告失败 进入到下半场以后 国足仍然继续采取防守反击的方式 全场比赛第54分钟 王刚一对一高速突破 船中获得了脚球的机会 李扬抢到2点之后迅速船中 无击投球功能稍稍偏出 这也是全场比赛以来 中国队最有威胁的一次攻门 全场比赛第62分钟 主教练李铁连换三人 莫国父 阿兰 奥一敏踢不出场 四大规划球员同时登场 中国队开出最强阵容 也是全面吹起反攻的号角 这套阵容也是国足目前能拿出来最强的一套 刚上来效果还算不错 李铁的战术思路也是很清晰 阿兰 埃克森以及五磊三封线阵容采取前场压迫式比抢 莫国父在中后场进行串联组织 不过日本队经验非常丰富 放慢了比赛节奏 利用脚下技术的优势掌握场上的球权 虽然国足拼得很凶 无奈对方传导球基本功太细腻 总是拿不到球权 最终输掉了比赛 下面阿兰也是说说 对于这场比赛的看法 以及个人的一些观点 首先主教练李铁 在这场比赛的排兵布置方面的思路其实很清晰 就是想死守等待对手出现失误 采取防守反击的方式 如果能够坚持到70分钟左右不丢球 日本队球员们的体力也就出现了下滑的趋势 这个时候在进攻端派出阿兰 以及洛国父与对手展开最终的决战 但是上半场最后时刻的丢球 瞬间打乱了主教练李铁的部署 另一方面我们与对手的基本功方面确实差距巨大 虽然身体并不吃亏 但是脚下的技术明显不足 反观日本队场上思路清晰处理球显得十分的自信 不得不承认国足在对手面前 就像是业余球队一样 整场比赛下来我们仅有三次攻门 而且摄政门框范围之内 与上一次对战澳大利亚一样 竟然又是0 控球率方面我们只有30% 而对方高达70% 而且传球成功率仅仅只有58% 全场比赛也就是我们运气好上一些 要不然上半场最少会丢两球以上 那么整场比赛的局面将会严重失控 最终也会输掉更多的球 可以说国足这次输的真是一点脾气没有 当然我们这场相对于上场 面对澳大利亚的比赛要好上很多 目前来看国足积分是0 进球也是0 同小组的竞争对手阿曼队还爆冷战胜日本队 这样以来的话国足想要出现 基本上又仅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 当然作为球迷来讲也是习为常了 最后希望国足在接下来 面对越南队这样实力相近的对手 能够拼尽全力拿下一场胜利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